判断一个男人的人品如何,就看他的这三个地方。 一,穿着。 穿着前卫的男人自尊心很强,不喜欢和别人有过多瓜葛。 这种着装风格显示他们不为时代和流行所动,坚持走自己的路。 着装保守的人基本都不怎么大方。 他们的着装显示他们诚实,有耐心。 着装随意的男人喜欢诚实,富有机智。 反应敏捷,但是作风懒散,不适合依靠。 二,带人接物。 一个靠得住的男人会用真心对待别人,他往往会用行动去践行自己的诺言,也会适当地夸奖对方。 一个靠不住的男人会用假意对待别人,无论是谁,他都是表面一套,背后一套,只会说客套话,而不会去做实事。 性格反映一个人的人品及修养,在男人身上更能体现出来。 三,看观念时刻。 十个人里九个庄,生活中的事情大多数人往往更看重大的方面。 而一些小细节则最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本来面目。 平时看上去成熟,稳重,老实的男人太多了,但如果他面对别人的困难求助,绝大多数都会暴露出本来面目。 九肉朋友可有可无,观念时刻才能看出来。 男人的心有真有假,事实才能知道是真是假。 不要因为对方代表和经历而草率地把他当成成功者。